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难题烟消云散 小池塘又斩波澜 饭口上神偷出现 冷剑神摘记一番 大谷什么话都没有说 从身上掏出了一叠银票 用双手送到了牛小姐的面前摆在地上 然后就像一只肥肥胖胖的蝴蝶飞走了 绣花鞋也没说话 别走了 走时的脚步声 当然要比来的时候轻得多 司空摘星带着笑看着他走 忽然问牛小姐 你为什么不留下他呀 我为什么要留下他 因为他好像还有一点东西忘记还给你了 司空摘星看着大谷留下来的银票 他接着说 这一类的东西那通常都是不大容易被人忘记的 就算是他忘记了 你也不该忘记呀 他却是说 那那因为你们 你们都是女人哪 我对女人的经验虽然没有陆小凤那么多 可是也不算太少啊 根据我的经验 金银珠宝这一类东西 一到了女人手里 那就像是一坛三十年的沉的女儿 红到了陆小凤的肚子 要想让她吐出来 恐怕比登天还要难呢 牛小姐说 这一回 你错了 哦 就因为我是女人 所以我才没有让她留下来 为什么 因为 我忘记了 因为我根本就忘记把银票给她了 什么 什么 你没有忘记给大谷 却忘记给她了 那为什么 因为 她是个女人 我也是个女人 别人 别人却以为女人 这地方男人 那就错了 啊 这就对了 女人对女人总是比较了解的多一点 对吗 嗯 现在我只有一件事不明白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呀 能 我虽然不是陆小凤 可是我也不太会拒绝像你这么一个漂亮 可爱的 可爱的 小女孩的呀 可是 你至少还有一件事情跟她一样的 你的嘴跟她一样的 你尝过她的嘴 你也想尝尝我的嘴吗 牛小姐不但漂亮可爱 而且聪明 像陆小凤和司空摘星这种坏男人 心里想做什么 不必等他们说出来做出来 牛小姐早已经知道了 所以 牛小姐根本不让这个坏男人有开口的机会 立刻又抢着说 我要老是和尚替我写的 那封约西门吹雪战的信 你怎么会看见的 你怎么知道我我我我我看见了 如果你没有看见 你怎么会冒充西门吹雪到这里来 这个道理好像很简单的嘛 我相信你一定会认为事情 一定就是这个样子的嘛 只可惜这次你错了 难道事情不是这个样子吗 不是 不是这个样子 那是什么样子 司空摘星手 这个问题 现在我还不想回答你 现在我只想喝一碗 又滚又烫的 大碗牛肉汤 而且还是我亲自炖的 这回你对了 牛肉汤 端上来的 果然是又滚又烫 而且是用特大号的大碗装上来的 汤已经炖的比米汤还要浓 汤里的肉是用牛身上三个最精彩的部分集合在一起炖的 那牛也是一条最精彩的牛 像这样的一碗牛肉汤 如果配上两三个硬面膜膜 一碟云南大头菜 再配上一碟兰花豆腐干和一包花生米来下山西的老焚酒 就算是有人用286样菜的满汉大席来换 你也会说 嗯 毒换 当然是不换 换了的就是乌龟了 司空摘星不是乌龟 也不是王八 司空摘星是吃可是行家 而且是个大行家 他喝了几口汤 吃了几块肉 就闭上了眼睛 从鼻子里慢慢的就吐出了一口气 嗯 哎 剪子肉啊 小花卷剪子肉 三分肥的牛肋条 再加上一点白南和牛筋 哎呦 这条牛更精彩了 那是不是用小酒拌小麦味大的呀 是 嗯 那这碗牛肉汤是不是已经炖了四五个时辰了 是 可是我刚坐下来 你的牛肉汤怎么就端上来了 牛小姐说 我去求人的时候啊 那牛肉汤总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因为我外婆 因为我外婆常常对我说了一句话 我从来也不会忘记她 她说什么 她常常告诉我 要去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最快的一条路 最快的一条路就是先打通她的肠胃 她说得好 好 你外公一定比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男人都有福气 是 她也比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男人都怕 四空摘星笑 牛小姐也笑 两个人的笑声忽然又停顿了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先开口的 当然是司空摘星 因为她已经喝过了牛肉汤 牛肉汤通常不是可以白喝的 西门吹雪 是什么样的人 你也应该知道啊 司空摘星接着说 他的信是不是别人可以看得到呢 不是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看过那封信 我只不过看见了一个和尚 一个不老实的老实和尚 那个和尚好像真的有点不太老实 是吗 可是那个和尚比你要聪明 哪点比我聪明 他 他知道西门吹雪看到那封信之后 那封信立刻就会变得像一个想自杀的女人的心一样 什么意思 我问你 一个女人 她为什么想自杀 因为 因为她的心碎 被一个男人撕碎了 那封信也一样 那封信一定也被一个男人撕碎了 那个男人他就是西门吹雪 牛小姐 牛小姐也笑了 他不能不笑 那个和尚算准西门大剑客 绝不会去赴一个无名小子的约 因为 那位大剑客的眼睛 一向是长在头顶的 对啊 那位大剑客如果常常赴这种约 恐怕连生孩子的时间都没有了 既然他不来 你就来了 是吗 牛小姐接着问司空占星 可是你 你为什么要来呢 因为我 陆三蛋的朋友啊 西门吹雪不去救他 我当然要去救他了 陆三蛋 陆三蛋是谁 陆三蛋就是陆小胖啊 因为他不但是个混蛋 而且是个穷光蛋 有时候甚至还是个笨蛋 牛小姐想笑却没法笑 这次他一本正经的告诉司空占星说 你又错了 陆小凤绝不是一个蛋 不管他是什么东西都有可能 但是我保证他绝不是一个蛋 为什么 你有没有看见过一个长了眉毛的蛋 他接着问司空占星说 你有没有看见过一个蛋上长着四条眉毛的 司空占星从来都不会投降 就算要和陆小凤比赛翻跟头 他都不投降 可是这次他投降 西门吹雪从来就没有吹过雪 无论落在什么地方的雪 他都不会去吹的 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人会去吹雪 西门吹雪吹的是血 他箭上的血 仇人的血 盘里的水还是温的 还带着一点枝子花的香气 西门吹雪 已经把他自己全身上下每一寸地方都彻底的洗过了 现在 他正在更衣束发修剪之前 他已经为自己准备了一套占新的衣服 从内衣袜子到外面的长山 那都是白的 白如雪 西门吹雪甚至已经止戒了三天 他只是最纯净 最简单的食物和纯净的白水 因为 他认为现在要去做的事 那是最神圣 最圣洁的一件事 他要去杀人 状元楼 那是这个地方最大的一个酒楼 生意最好 人最多 最热闹 也最吵 尤其是在饭口 饭口 那就是大家都要吃饭的时候 现在正是饭口 状元楼上本来就炒得像一大锅 糖炒栗子 热闹的就像是一大锅 十锦大锅菜 可是现在却突然静下来了 因为楼梯上 有两个人 上来了 第一个走上来的人 是个美得有点野的大姑娘 她健康 结实 满身都充满了野力和野性 却又野得好看得要命 这样一个女人 那本来应该是很受人注意的 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都一样 可是今天却不一样 今天在这个酒楼上的人 居然好像连看见都没有看见她 因为第二个走上来的人 在一瞬间 就把每个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了 这个人 脸苍白受消 冷漠而骄傲 一身 白衣如雪 这个人的身上 那仿佛带着一种比冰雪更冷的寒气 可以把每个人的声音和笑容都冻僵 这两个人当然就是司空摘星和牛肉汤 司空摘星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 那都不会受人注意他 他根本就不喜欢被人注意 他只喜欢在没有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 安安静静地去做他要做的事 他要做的事 那通常都是 偷 一个总是会受人注意的人 他怎么能去偷 他怎么能做偷王 知王 一个总是受人注意的人 如果专去偷 那么他现在就不会出现在一个灯光通明的酒楼之上 因为他现在早已经躺在一间又窄又小又黑暗的牢房里 他希望明天早晨能有一点阳光 从那离地很高的小窗户照进来 好让他抓臭充 捉尸 一个自称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的人曾经说过 如果你身上只有两三个狮子 会把你咬的痒的要命养死为止 可是你身上如果有两三百个狮子 随便它们怎么咬 你都不会养 就算它们全都用力咬 你也连一点痒的感觉都没有 你信不信 司空摘星本来是不是个受人注意的人 谁也不知道 因为谁也没有看到过他本来的样子 大家只知道 平常他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 那都是一副爷爷不疼老了不爱的样子 就算他跪下来求人多看他一眼 也没有人要看 可是 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他不是那些让人连看都懒得去看的讨厌鬼可怜虫 今天他也不是司空摘星 今天他甚至可以说什么人都不是 因为今天他是西门吹雪 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西门吹雪 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剑 剑在腰 如剑在现 在三十年以前 西门吹雪的剑 那总是斜挂在背后的 用一种非常巧妙而适用的绳结 用那柄 形式旗鼓的狭长乌鞘 记在后背上 因为他觉得只有这种配剑的方法 才可以使他的行动保持在最敏捷的状态 也可以让他拔剑最快 现在敏捷快都已经不是他注重的事了 在这一方面他已经完全超越了 超越了自己 超越了剑 超越了他自己的极限 超越了剑的极限 超越那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不容易 无论你要超越什么 都一定要付出代价 相当大的代价 沐浴 更衣 竖发 修剪 支甲 这一类的事 那本来是西门吹雪绝不会做的 明忧 明记 各式各样的身份的明女人 都可能是为他做这种事的人 他自己是不做的 因为他是人中的贵族 剑中的神 陆小凤甚至说过 西门吹雪这个人啊 他根本就不是人 每个人都喜欢的事 他不喜欢 每个人都做的事 他不做 他似乎已经远离了人世 他的剑 已经把他跟人世隔绝了 他自己也宁愿如此 想不到的事 他还是碰上 碰上了一个女孩子 碰上了一个 让他不能不重回人世的女孩子 是啊 这种事是谁都没法子可以避免的 就连西门吹雪 一样没法子 所以他也做了一些人做的事 碰上了 相爱 结婚 成家了 生死了 他甚至 他甚至居然也有了人的感情 所以他几乎败了 几乎死 败就是死 在月圆之夜 紫禁之巅的那一帐里 他几乎死在白云城中 夜固城的天外飞仙之下 西门吹雪 可以死 西门吹雪 的剑 永不能败 而且必将成为人类的传奇 这一点他一定要保持的 因为这不但是他的责任 也是他命运 所以他一定要再入神 剑之神 所以他一定要和人分离 所以在他的妻子生产之后 在他最挚爱的女人 生下他唯一至亲的骨血之后 他就和他们分离了 这就是西门吹雪付出的代价 西门吹雪 默默地配上了他的剑 默默地走出了这扇 只属他的宅门 无论这扇门在什么地方 都是属于他的 属于他一个人的 因为他就是西门吹雪 因为这扇门就是生死之门 灵溪神旨傲天下 唤一恩仇一妙侠 他是谁啊 他叫陆小凤 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 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 他叫陆小凤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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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陆小凤传奇